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极用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气象鼠发出大雨特曝 基隆在汉应变中心 周五提升二级开设 大五轮溪河水上涨 索性大雨来得又急又快 水位才逐渐退去 车子经过迈进入圆环 纷纷放慢速度 涉水而过 27日一场豪大雨 来得又急又猛 地势比较低的地方 出现积水情况 安乐区大五轮溪河水上涨 部分路段也出现了积水 基隆市长谢国良下午2点 紧急作证灾害应变中心 宣布灾害应变中心 由三级调升为二级开设 随后前往安乐区 视察大五轮溪水位情形 提醒市民朋友要多注意 因为两个小时 只要降下100毫米的话 基本上就会开始有机 淹水的清醒 那主要我们怕的是 短时间的强降雨 所以还是请市民朋友 多加注意 一天其实都会有陆续 这样子的情况 尤其是下一周 也有燕子台风 所以这两个礼拜是一个 比较下雨量下得比较急的情况 所以请大家多注意 连续两天的豪大雨 部分地区出现了积水 坐镇灾害应变中心的市长谢国良 日前因为感冒身体不适 27号下午又遇上这场豪大雨 原定前往医院掉点滴的他 以临时取消改为视察 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 新北金融则是豪雨特报 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 各地容易有强降雨 就用在爱应变中心紧急开设 市长谢国良要求各单位 做好万全准备 预防强降雨可能带来灾情 记者黄绍明吉隆报道 上礼拜的强降雨不少校园淹水 慈云寺捐出了20万元清理修缮校园 副市长邱佩玲亲自向主委 李林宝玉致谢 承诺会妥善用于学校 基隆慈云寺举办季孔大典 安乐国小学生表演615 不过前两天 基隆大雨影响 五轮国中等校园出现积水现象 慈云寺宣布捐出20万元 作为修缮各校园经费 这几天基隆雨下得太大 市长说政府都很努力在灯灾救灾 所以我们村是表示一点意识 将个20万 需要的学校学生 他们要修缮 金融市孔子诞辰纪念日 每年都在慈云市举行 对于慈云市长期照顾金融学子 又慷慨捐出经费 副市长邱佩玲特别代表市政府 向慈云市表达感谢之意 非常谢谢慈云市爱心 那还有说要捐20万给学校 那我们回去会跟教育处商量 看怎么个捐法 因为有很多的寿灾地方 刚刚我们的议员也告诉我们 所以我们回去好好看 怎么样分配这个款项 短时间的这种高雨量 就是让这个学校反应不及 那很多应该要走在 这个可以疏通的水路 他就跑到了这个活动中心里面去 所以教室什么全部都是泥泥 所以说我们希望说未来我们接下来 这个教育处这边 或者市政府这边 可以做一些这种防任的计划 天日大雨 学校受到迫及 慈云市捐出20万元经费 希望进点绵婆之力 照顾金融学子 记者黄梢明金融报导 今年是孔子弟2574周年的诞辰 为了要纪念重要的节日 金融慈云市依循传统 9月28举办祭孔大典 祭祀流程 和县礼仪式全都依照古礼进行 安乐国小学童 献上615三县礼 过程庄严隆重 慈云市举办祭孔大典 郑县官副市长邱佩玲 亚县官议长佟志伟 和中县官慈云市主委 领领宝玉 身穿礼袍 带领所有的分县官 祭拜孔子 仪式一群鼓礼 风箱舞蹈团 派出学生 担任理生 安乐国小学生 依照祭祀礼 献上615 呈现最完美演出 慈云市愿意在 孔子诞选的时候 办这样的活动 大家都知道 我们小时候 一定要念孔子的所有书 论语各式各样的 现在社会改变很多 怎么样把孔子的言论 还是可以用新的方式 让每一个人知道 仁义 信义 我觉得这是很要紧的 我们村市 每年都举办祭孔大典 感谢那个安乐国小 校长 还有那个学生来跳那个615 表演615 还有感谢我们那个 副市长 还有我们的议长 还有各位长官 各位贵宾 来参与 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然后因为就是一般人 不太能尝试这种体验 然后我们能 今天是那个教师节 然后我们能够这样 尊师这么大 今天刚好是教师节 然后很高兴能够带孩子们来 等于是做一个很好的 一个615的祭祀 那希望在尊师重道 这件事情 我做学生的 我要永远记住 老师对我们的好 现场吸引不少家长官礼 包括议长同志伟 明镇处长张银翔 教育处副处长 徐燕丽等多位 学校校长老师 都到场官里 看到孩子参加祭孔 相当骄傲 从民国78年开始 每年都祭孔大典 让我们的小朋友可以 邀请很多小朋友来参加 让我们的小朋友 可以了解到我们的传统文化 然后教育的意义跟背景 在暑假之前 我们就有在排练的 然后其实就是用课语的时间 留他们的时间 然后其实天气很热 小朋友 我说都会站 就是有点不耐 就是不耐热这样子 对那些 就他们其实很心动 其实今天刚好在教室前这一天 又是9月28这一天 其实小朋友就是有这个方面可以表演 就是很感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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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晴云市也特别发放智慧高 分送给家长和孩子 希望学生增长智慧 学业进步 感恩每一年晴云市都这样举办 我是第二年来参加了 希望借由这样的活动 让我们了解智慎先师 在我们心中还是有一定的地位 它还是影响着我们 但是他的言论 必须与时俱进的做一些更改 928教师节 晴云市发扬尊师重道精神 借由典礼延续文化传承之外 也向所有的教育工作者 致上最诚挚的祝福 记者黄绍铭吉隆报导 吉隆教师节表扬大会 在表演艺术中心举行 获奖教师共有294人 由市长谢国良亲自颁奖表扬 感谢老师们的辛苦教导 真的我觉得 基隆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 然后我觉得真的要鼓励 我们在地的孩子们 留在在地就学 因为其实你可以拥有更多的机会 还有拥有更多的舞台 对所以找机会 不需要舍尽求远 我觉得基隆是很棒的地方 掌声 恭喜林林老师 教师节表扬大会中 市长谢国良亲自颁奖 暖暖高中萧惠林老师 获得教育界最高荣誉师奪奖 另外也表扬资深优良教师 教育奉献奖等奖项 感谢老师们的辛苦付出 老师是一条很 应该怎么说呢 是一个 真的是必须要不断的去真能 然后让自己 要跟着孩子一起前进 对 但要懂他们的梗 所以上课的时候 才可以引起共鸣这样子 对对对对 所以有时候像数学课程的部分 有时候我就会唱歌 对 有时候就来 就会来点歌曲 比如当下时事的歌曲 然后他们就会觉得有趣 暖暖对我而言是一个 意义很不凡的一个地方 对因为我在暖中学习成长 暖中是我的母校 然后我最后也回到暖中工作了 然后我在暖中认识了我的先生 然后在那个地方 就是成家立业 然后我的孩子 最后也成为了暖中的学生 对所以暖中对我而言 有一个非常非常深厚 而且特别的情感 那么教育的最重要的 就是要慈悲喜舍 爱榜样之后 能够贡献你教育 就是用慈悲喜舍的心情 给予更多的奉献 就很开心 也很觉得很荣幸 然后在从事幼教36年来 得到这个奖上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自我的肯定 那从小朋友才一进幼儿园 他真的就是一张白纸 除了原生家庭的教育以外 再来就是我们的 我们常常就说我们是一个陪伴 陪着他一起长大 我们跟家长是一个合伙的伙伴的一个角色 那变成说我们在学校所进行的 在家里面也要同步去进行 这样子我们才是真正在帮助我们的孩子 非常感谢大家一年来的辛劳 那我们在这边跟大家至上崇高的敬意 虽然我们在上任后 积极推动有更多的一些国外的优秀的学术资源 来入驻基隆市 来提升我们在地就学的各项能力 但最重要的还是在座各位老师的投入 跟专业跟你们的爱 然后教导这些学生 但我都其实都非常怀念那一段 他们教导我们的过程 真的我觉得一个学生可以 这个就是您对他的教导跟他的爱 他到长大30年后 他还是记得清清楚楚 这就代表说各位老师你们的 这些耐心跟爱心跟专业的付出 是可以对这些学生产生最根本性的影响 我要必须要告诉我们老师 你们的所有的作为 绝对都是有影响力 就像刚刚市长讲 你们的所有对学生的影响 真的是如远或见 不知道哪一年在学生身上会发光 就像我现在也一直在怀念我以前的所有老师 今年的基隆教师节表扬大会 共有294位老师获得表扬 市长谢国良一一颁奖与获奖老师合照 市议员陈冠宇也到场致辞 祝福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市府表示9月1号起 教师于假日奉派公差 除了原有的补修机制外 还可以享有补修期间的客户公排带 增加老师休假的弹性 未来市府也会持续为所有老师 创造更美好的教育环境 记者黄志生 陈淑萍 基隆报道 基本上它就是希望是真的是真人的回复 我们真正的就是24小时都是专入护理师 我是医师 这个我想在资格上面 这个是我们给市府的一个承诺这样子 守护长辈健康 基隆做名考栓 欢迎订阅 欢迎大家来到基隆 豆苗怎么了 突然停下了 你好 请问怎么了吗 不好意思 你们店里入口处都没有张贴精烟标示 有需要张贴吗 烟害防治法有规定 只要是在精烟场所入口处 都要张贴明显的精烟标示 没张贴会被罚1万元到5万元呢 还有啊 精烟场所里面不可以有东西被拿来当洗烟的器具 例如盘子 杯子 或垃圾桶都不可以哦 微微的一样会被罚1万元到5万元哦 可是像我们餐厅有时候就是会有人在里面抽烟啊 那我也会被罚吗 在场所的员工或老板 又负责要劝阻吸烟者 没有阻止就代表你们默许他们在里面吸烟 我们知道了谢谢你哦 我们马上去文具店购买精烟标示张贴 也会告知客人要遵守精烟规定 豆苗你很棒耶 有把卫生局教你的都记下来哦 嘿嘿 这是我最成功的一次 yes 25年前就是回来基隆创日了 所以我就把基隆的 比如说基隆的XO酱 基隆的小卷 然后很米仔的海藻 然后融入在这个饼干里面 乌金苏 性能网片 很想让这里可以让大家都知道 我们基隆的好 市长谢国良推动行人友善 持续发展成果 交通部公布全国上半年的道安成绩 基隆每10万人死亡人数 整体死亡比例是 本岛各县市排名的第二低 仅次于台北 行人方面的死亡比例是 全国第三低 成效卓越 市长谢国良跟交通处副处长黄诗涵 透过直播展现市政亮点 特别说明交通部公布 全国上半年的道安成绩 基隆再度展现 行人友善推动的成果 整体交通事故死亡比例 是全台本岛各县市排名第二低 仅次于台北 行人方面死亡比例是全台第三低 成果相当显著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在交通死亡人数 现在是全台是第二低的 那这个台北市显然 是我们的第一名首善之都 那我们其实也有这样的企图心 要来跟台北市一样 要来并列第一的一个这样子的情况 那另外有一个行人的部分 也是类似啦就是专门把行人挑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是第三名 那如何才能达到下一阶段 再下降或甚至达到本岛的第一名呢 其实我们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企图心去挑战这个本岛第一 而为了让行人更安全 市长谢国朗表示 10月起将针对行人方面来加强交通安全的观念宣导 那常常有看到我不知道志明你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说明明这边有一个斑马线 他就差个七八公尺 连十公尺都不到 可是他就不走他的斑马线 这样 所以我们在今年的10月 11月跟12月 我想我们会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宣导 我们会努力的来告诉行人 我们尽量不处罚 只宣导的模式来告诉行人 就是说不要轻易的就穿越双黄线 穿越红绿灯 然后把自己也铺在危险的地方 市长谢国良说 希望透过第一波车辆里让的宣导 再到第二波的行人遵守交通安全的推动 让基隆成为全台最安全的行人友善城市 记者黄润生陈淑平基隆报道 基隆双塔中 球子山灯塔主要的道路和异象的改善工程 接近完工 不过通往灯塔的灯山步道 都需要有再加强的地方 因此中山区和平里里长张和妹 特地邀请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委 到现场会刊 一起来关心 议长童子委一行人会刊球子山灯塔步道时 刚好遇到从基隆灯塔步行 经过白米翁炮台步道 再到球子山灯塔 现年72岁 从台北特地来这里爬山践行的登山大叔 对于双塔的风景赞誉有加 我喜欢基隆 基隆风景其实太多了 因为所有的大都市都是港口的 基隆应该有很好的发展 加油 至于这些登山爬山步道 有没有需要再改善的地方呢 大叔说只有中间部分崩塌的地方需要再改善就可以 就是路有点不是很好走这样 阶梯有的是崩了这样 而知道议长童子委特地来这里会刊 要如何改善步道 登山大叔也称赞童子委很努力为大家着想 主动要求和议长合以留念 由于通往球子山灯塔的登山爬山步道 以及连接通道百米翁炮台 和基隆灯塔的步道都有需要再加强 因此中山区和平里长张和妹 特地邀请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委 邀及市政府相关单位人员再到现场会刊 童子委也答应会向市政府以及中央等相关单位 争取经费来改善 然后说我们把它连串起来就是 山里长长和平先动太白 改善先动地区 和平设计 对把我们这三个连串 先动中山区能活跃起来 这边看过走过一次争取的这个前面 前端的一个步道以外 我想后面这个楼梯到灯塔 我们会在今年会再成立一个案子 来继续争取跟市府把它整理得更完整 包含栏杆的部分 那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这个我们要从秋智山灯塔到白明王炮台 这段步道 就是一日双塔的概念 这一段过去有非常多的人走过 那觉得说是有非常漂亮 绝无经有的美景 那我们里长跟理事长也非常用心 一直积极来跟我们要争取 来把这个步道来做完成 我希望我们今年会特别把这个案子 作为一个优先 特别注重的这个案子 来跟市政府相关单位来争取 希望把这个步道来完成 让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基隆的美景以外 也可以体验我们这个都市之费 求子山灯塔到基隆灯塔 所谓基隆双塔游 已经逐渐成为基隆市新兴的旅游践行爬山路线 而在求子山灯塔这里 在议长佟子委大力支持推动下 目前主要道路和意向的改善工程也接近完工 佟子委希望双塔之间的登山和联通步道改善后 能够大幅提升践行爬山的安全和观光品质 让更多人看见基隆山海景色的美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民国九十七年才开始启用的 慈云寺大碑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许席于 精心雕刻的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妨进到大碑殿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独特样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會讓你來坐 因為可以快速痛過 優先禮當新人 感到那種感覺 他們從中國來移民到我們台灣 然後這樣創業超過20年 其實非常誠懇實在在做生意 而且也懂得回饋社會 然後照顧我們的一些弱勢民眾 其實在疫情的期間 其實我跟他們有一起在共同參與 非常感動 確實把我們在這個台灣精神發揮得非常好 也很謝謝他們這樣長期的對我們的支持 這是寶 基隆有寶物獵人 這是寶物獵人 藝術家找尋的寶石在哪裡啊 源自台灣的古老染色藝術 究竟是什麼呢 基隆為節目將用鏡頭 帶領觀眾實地走訪 體驗基隆的味道 在基隆市議員聯恩點的爭取下 冷冷區地內國小旁的十字路口 劃設好的行人專用石像 保障行人過馬路的安全性和便利性 全新劃設好的行人專用石像 就是要提升這裡行的安全 基隆市議員聯恩點更特地利用 上學時間現場關心了解 由於地內國小就在這個十字路口旁邊 每天都有許多學生和家長以及民眾 利用這個十字路口來來往往 再加上遠遠路和地內街巷道的大小車流量也非常多 因此在聯恩點積極向市政府交通處爭取下 把這個十字路口劃設好行人專用石像 希望在上下課專用時間內 紅燈時車輛全部停等 讓過馬路的學生、家長和行人 可以直接走對角線 提升過馬路的安全性和便利性 同時減少影響車輛的行徑和停等 站在這裡看了將近一個小時 不管是左轉的車還是直行的車 因為石像的分開 讓他們行車更流暢 那在學生、行人來講 他這是可以交叉的 也就是說他在走的時候 都沒有半輛車在走 這對他們講是最安全的 地內國小最近大門口 以及地平和門口到穿堂的風雨走廊 才重新整建好落成啟用 現在學校旁邊這個十字路口 又劃設好行人專用石像 提升學生過馬路的安全 可以說是雙喜臨門 因此地內國小校長和負責上下學時間 督導保護學生過馬路安全的老師 都非常感謝和肯定聯恩點議員的用心 我早上也在那邊大概站了20分鐘 發現過馬路比以前速度快很多 又安全很多 真的是就是說給孩子一個上下學安全的路 非常棒非常棒謝謝 我們導入老師就變成說 只要注意到有沒有車子闖紅燈 然後其他的真的是輕鬆許多 而且人車分道真的非常安全 而且速度很快 謝謝聯恩議員的幫忙謝謝 目前規劃這個十字路口行人專用石像 使用的時間是以學生上下課的時間為主要考量 早上7點到8點 中午12點50分到1點半 下午則是3點40分到5點半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基隆就業中心在長榮桂冠酒店三樓 舉辦2024基隆真才活動 共42家廠商提供1330個職缺 吸引了832人參加 每核率高達57.91% 另外就業中心同時也舉辦愛心陪力 在地永續的市集 一起來看看 基隆就業中心9月27號 在長榮桂冠酒店三樓 舉辦2024基隆真才活動 總共有包括台藥科技 以及本地的聯興國際物流 中國貨櫃運輸等 包括科技製造業物流運輸 綜合零售 餐飲旅宿 居家照護等五大產業 42家廠商參加 提供了1330個職缺 第一次來基隆參加真才活動 公司會在新竹的台藥科技 市出的職缺 開出的起薪幾乎都在4萬元以上 由於現場真才活動 大約只有4個小時左右 不過就業中心指出 沒有辦法到現場求職的民眾 也不必擔心 可以線上利用台灣就業通網站 持續找工作 這場活動總共吸引了832個人參加 初步錄取267人 媒合率高達57.91% 另外就業中心同時間 也在長榮桂冠酒店二樓舉辦 暖心賠力在地永續市集 包括向勞發署北分署提出 微型創業鳳凰貸款 經營成功的夏龍咖啡館 以及光壽司商行 和22個接受多元賠力計畫 包括基隆市總工會的銀雕 暖暖中心社區以及地內社區 和中正區平寮社區的美食小吃 新北瑞芳老街文化觀光推展協會的彩繪平登 新北市萬里商圈發展協會 平溪區隆安社區發展協會 八燕三生發展協會等等美食小吃 聯合展售受輔導具有地方特色 手工藝品以及在地美食小吃 兩個是我們的創業鳳凰 一個是我們庇護工廠 另外二十個單位 就是在大金融地區的多元單位 包括很多很多的社區發展協會 包括我們很多的商圈 其實大家都一直努力在推動 多元就業這個區塊 其實用人的部分 對我們多元單位幫助其實非常大 蔡春棠進一步指出 大金融地區的民眾或是地方協會 有任何需要申請創業貸款 或是多元賠利方案的需求 都可以聯絡金融就業中心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曉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劉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重 好了 可以走了 各位市民好朋友 你会担心像刚刚的许月一样 想要进出的时候 结果都被盆栽都挡住了吗 我们7月1号开始 有一个盆栽整结的专案 我们将会用绿脚丫来代替行人需要进空的空间 让您可以有一个更舒适更安全的行人空间 请一起响应我们的绿脚丫来代替我们的盆栽 盆栽摆放药 不妨碍交通 不自身蚊虫 不自造脏乱 为了我们的干净家园 我们的盆栽要整结哦 好